年轻的时候,有贼心没贼胆 等到老了,贼心贼胆都有了,贼又没了 这是梁亚洲所有作品中最会计人口的一句 也是包括梁亚洲在内的很多中年男人的心灵写照 此时,梁亚洲就被推到了这道选择题上 年轻漂亮的助理李小丹 今晚同学聚会喝得鸣鼎大醉 他歪斜着搭着梁亚洲,被缠着回到房间 躺在沙发上笑着闹着 言语中竟是对梁亚洲的倾慕 看着李小丹丝滑的皮肤裸露在外 梁亚洲心动了,眼神忍不住的飘,还咽了咽口水 但最终还是没那贼胆,回到了自己房间 梁亚洲是一位编剧,为了让他尽心写剧本 老板专门将他安排到三亚一高级酒店 之后又派助理李小丹来照顾他的生活 李小丹刚毕业没多久 整天嘻嘻哈哈,典型的浪漫天真小女生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两人朝夕相处 写累了就出来散散步,换换脑子 对于梁亚洲,李小丹的单纯,开朗,古灵精怪 就像一阵阵清新的海风 而对于李小丹,梁亚洲有才华,还会照顾人 踏实,靠谱 最开始两人相安无事 但是昨晚,事情就变味了 预感到危险后,梁亚洲决定回北京 怕是再多待一天,他就会控制不住自己 可到了北京,事情反而坏了 原本两人各回各家 临下车,梁亚洲拍了拍李小丹的手,说保重 结果李小丹死死地抓住了他的手,不再分开 两人四目相对,便互相知晓 梁亚洲不再下车 从李小丹回到了他的住处 忍过了海南,却没逃得过北京 一觉醒来,已是下午 穿上衣服之后,李小丹就问 是不是觉得特别对不起老婆 梁亚洲抱着他说 我是真的喜欢你,要说对不起也是对不起你 李小丹表示,我不需要你负责 你只对老婆孩子负责就行了 回家的路上,梁亚洲一直苦恼 该怎么给妻子解释 早上的飞机,晚上才到家 还埋怨刘大伟,没事给他安排什么助手 这话,刘大伟一听就不乐意了 我天天跟他一起上班 我怎么没事 你这叫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到了自家楼下 梁亚洲上小卖铺买了一瓶二锅头 几口就给惯了下去 一到家,女儿就扑到了她的怀里 妻子小英正在厨房包着饺子 梁亚洲凑进去说了一句 宋小营同志 我似乎你像你睡不着觉 小英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做事干净利落 什么都替丈夫想到位 让她没有后顾之忧 这会儿手里正忙着活 便把妇女俩轰出了厨房 梁亚洲只好到房间陪女儿练琴 可听着听着就不知不觉的睡了过去 醒来已是半夜 更恐怖的是 妻子正目光如电的审视着她 小英质问道 什么时候回到北京 梁亚洲一见瞒不住了 就如实告诉了妻子 还真是一早上就回来了 可刚一下飞机 就被刘大为拉去见投资方 这一喝就到了下午 这不是怕老婆生气 没敢说吗 结婚十几年 在小英的眼里 梁亚洲是个好编剧 却从来不是好演员 她相信了眼前的这个老实人 还得意地表示 就你那点小伎俩还想瞒过我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梁亚洲把自己关起来潜心喜作 令她欣慰的是 李小丹再没找过她 但她心里还是有些失落的 不禁暗想 现在的女孩观念全变了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平静 直到她得知 李小丹被男朋友打进了医院 她把事情跟男朋友谈白了 为了梁亚洲 她呼出去了 梁亚洲跟李小丹打了个电话 问她还好吗 谁知李小丹像个没事人似的 说自己挺好的 之所以没联系 是怕打扰你写作 这让梁亚洲更是心疼和惭愧 剧本的写作已尽为深 制片方安排在香山举行讨论会 在这里两人再次见面 会议结束 梁亚洲被留在香山酒店继续改剧本 虽然刘大为千叮宁万嘱咐 不要再瞎惦记 但梁亚洲还是没忍住 给李小丹打了电话 往后的日子 李小丹每天往返于剧组和香山之间 那段时光 是梁亚洲一生中 既不真实又很沉醉的日子 她甚至产生了某种幻觉 以为时光倒流 以为自己没有结婚 这天 两人正闹着 小英来了电话 看着梁亚洲和妻子 家长里短的 李小丹醋意大发 穿上衣服就往外跑 梁亚洲赶忙追了上来 好不容易才安抚了下来 听着梁亚洲说 会离婚娶自己 李小丹的心里甜滋滋的 然而这一切的美梦 就在小英探班那天被打碎了 女儿吵着要见爸爸 小英便带着女儿乘车前往香山 梁亚洲和李小丹赶忙打扫痕迹 善解人意的李小丹 还给他们一家三口订好了饭店 交代好一切才离开 前一秒和镇定自若的梁亚洲 下一秒就手忙脚乱起来 将东西藏得更隐秘 将屋里整得更连乱 刚布置好现场 妻子和女儿就到了 一进门 小英就习惯性地收拾了起来 但看到柜子里叠放整齐的衣服 她似乎有所察觉 这时服务员按响了门铃 宁爱人昨天说喷头坏了 梁亚洲当时就慌了 她知道事情瞒不住了 小英的心里一片荒芜 仿佛末日来临 她无法容忍丈夫的背叛 愤怒地提出离婚 即便梁亚洲苦苦哀求 也无济于事 无家可归的梁亚洲 搬到了李小丹那 李小丹温柔地给她洗脚 看着满脸愁容的梁亚洲 她心疼极了 善解人意地表示 要是这事让你为难 就不离婚了吧 我们就这么处着 即使什么都没有 我也和你好 看着你难受 我心疼 李小丹的民事里 让梁亚洲更心疼了 梁亚洲终于进了家门 夫妻俩第二次交谈 小英已经过了愤怒的阶段 只想要一句实话 你爱我还是爱她 梁亚洲非常诚恳地说 爱的是李小丹 又十分惭愧地说 晚上睡觉 我摸着你的手 就像摸着自个儿的手一样 没什么感觉 可是要把你的手锯掉了 那也跟锯我的手一样 疼 一边是亲人 一边是爱人 两个他都舍不得 小英的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爱我的呢 我哪点不如他了 如果 要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好 你跟我说 我改啊 还不行吗 梁亚洲也瞧不起自己 觉得自己不是个东西 良心让狗给吃了 小英不想离婚了 可梁亚洲又不想委屈了李小丹 吵过了 哭过了 小英开始进入歇斯底里的阶段 骂娘 摔东西 发泄 而这一切 都被躲在被子里的女儿 听得清清楚楚 连李小丹都说 离婚的事 你别再逼她了 也别再逼你自己了 可这时 小英又同意离婚了 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了民政局 但那时候离婚 需要单位的介绍信 两人又被工作人员 给劝了回来 这个时候 小英不再愤怒 也不强迫挽留梁亚洲 两人回到家之后 反而能安安静静地 坐下来吃一顿饭 梁亚洲交代着家里的琐事 卫生费 这个月的我都交了 在家的时候 也别忘了关房道门 正是这些不重要的家常话 让妻子哭了 她曾经也是个负责任的丈夫啊 最后要走的时候 女儿抱着爸爸哭 女儿含泪的目光 落在梁亚洲的心上 无论白天黑夜 这双眼睛总是望着她 使她全部的勇气都化为乌有 她无法拒绝女儿的要求 没有和妻子离婚 但分居了 也如愿以偿地和爱人在一起了 就这样 在家里她一如既往地 扮演着好丈夫 好爸爸的角色 而在李小丹那里 她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 所有人都到了崩溃的边缘 两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妻子小英 现在已经不着急离婚 一门心思装修自己的房子 对现在的状态还有些满意 南亚洲一回家就争着干活 挣了稿费 就想着给娘娘买这买那 除了少点回家 状态比以前还好 情人李小丹却身处压力之中 虽然口口声声地说不求名分 却还是被自己父亲的一句 不要脸打回了现实 她逼着梁亚洲给个说法 什么时候跟我结婚 南亚洲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她向刘大伟吐苦水 终于 一次意外打破了两年来的平衡 小英刷墙时 意外摔断了腰 南亚洲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医院 李小丹也跟了过来 南亚洲叮嘱刘大伟 千万要拦住她 可李小丹还是不停劝地坚持要跟进去 情急之下 刘大伟骂了一句 不要脸 这三个字彻底击溃了李小丹内心的防线 也拦住了她 为了照顾小英 一家三口难得睡在了一张床上 女儿和爸爸说 妈妈摔得好 终于可以和爸爸睡在一起了 女儿的话如真扎在了梁亚洲的心上 第二天一大早 梁亚洲忙完这头 又着急地赶回了那头 却见李小丹失魂落魄地坐了一宿 不要脸 三个字彻底打碎了她的幻想 纵使她再懂事 再温柔 也无法忍受 两人的矛盾终于爆发 梁亚洲跪着向李小丹 忏悔了一阵 就离开了这个纠缠了两年时光的情人 那天以后 梁亚洲和李小丹再未见过面 她一直在家里照顾妻子 承担了所有的家务 从中体会到了妻子的不义 日子过得风平浪静 似乎这场婚外恋从未发生 直到梁亚洲生日这天 李小丹忽然到来 兰亚洲本想换双鞋和她出去 谁知小英就站在门口看着她俩 李小丹顿时慌乱无措 想要逃走 却被小英邀请进屋 一家人和李小丹平静地面对面坐着 小英平静地说起 自己和丈夫当年的恋爱和生活 谁没有年轻过啊 谁还没点激情燃烧的岁月呢 那是李小丹永远无法插足的回忆 看着眼前的一家三口 她只想逃走 腰伤还为痊愈的小英坚持要送送 表示谁都不送 也得送你啊 李小丹心虚地说了一句 到此为止 就仓皇逃走 之后 梁亚洲再没见过李小丹 一切似乎都回到了从前 新年将至 一家三口到三亚度假 正当梁亚洲看着妻子和女儿在水中玩耍 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她不由地露出紧张的神情 惊慌失措地回望 活像个小偷 一切又变得不一样了 一声叹息 是冯小刚2000年的作品 现在普遍也有种说法 认为这是冯导最被低估 也是最好的作品之一 因为她描绘了出轨中 最常见 最真实的模样 自然真实 不留痕迹 对准中年人情感最隐秘的角落 毫不避讳人内心最真实的欲望 以至于本片在上映之后 就引起了巨大反响 她荣登当年年度票房榜第二 包揽开罗电影节最佳编剧 最佳男女主 金字塔金奖等重量级奖项 电影带给我们最真实的感受就是 出轨一时爽 悔恨成终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 我是楚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赞 加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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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